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 会痛苦到难抵压力轻生 自从社群网站脸书发生泄漏用户隐私的丑闻后 引发用户和广告商一阵杯格潮 一步批判脸书用争议手法审查用户的纪录片《清理者》 也在美国重新发烧上映 很多网络平台 例如推特 谷歌 甚至脸书等 都有聘请大量的内容监察员 但对于他们是何方神圣 则避而不谈 纪录片中找到多位曾经任职这项神秘工作的人证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竟然是远在玛丽拉执行职务的菲律宾人 内容监察员每天坐在电脑前 动动手指按按删除键 看似简单的工作 却是会让人痛苦想死 恐怖分子斩首的画面 小孩性爱的无马猿片等 种种残酷影像不断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上演 监察员渐进了我们所看不见的真实世界 这些被删除的黑社会也遭到外界质疑 像是人道团体质疑脸书的审查制度 使叙利亚战火和国家血腥镇压的重要影像不见天日 令20亿网民误以为自己身处一个美好世界 洛杉矶女画家戈尔以为享有艺术自由 创作了讽刺美国总统川普的油画 却遭到脸书以诋毁他人为由 被删图和封锁账号 更有监察员透露每天要赶进度 多达2.5万张相片要审查 只能匆匆做决定 上周三 纪录片在旧金山国际电影节的场次上放映 大批矽谷科技人员入场观看 并有工程师谈影后感想 认为科技不是中立工具 会有偏颇立场 也有新创公司总裁表示 审查制度是必须的 但这个工作太困难了 对于内容的去留界限实在模糊 《亲离者》这部纪录片 引发观众反思科技与社会的关系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